Speed it up 迎接掌心的降临 抱着星星不怀疑 Hello 各位中天娛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Elkie 庄定星 我带着我的新歌 Speed Up 回来啦 Speed it up Speed it up 迎接掌心的降临 抱着星星不怀疑 Stay fast stay fast 你为什么选在台湾会发这个单曲呢 其实因为从小就很爱听各种华语歌 然后我很喜欢的一些歌手都是从这边开始的 这次来到台湾他们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协助啊 毕竟姐姐来到台湾 姐姐 Oh my god 没有啦他们都没在叫我姐的啦 怎么说呢 因为台北其实我比他们还熟 然后他们就说 哇星哥要加油啊最棒啊 我跟子余的话是在16年有一个特别舞台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合作的机会 就那样就认识了 其实我们两个都属于比较慢热的类型 也是到很后面才突然间很熟 只要有时间就会连在一起这样 然后舒华是因为公司啦 因为当时她进来做练习生的时候 我已经是出道了 公司的人就跟我说 你可以说中文你下去照顾一下这样 然后他们刚好就是跟家人来签约 然后我看到家人特别担心 然后我就说你不用担心 我在这边我会好好的照顾她的这样 所以当时就我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去他们的练习室去找她 然后去陪她聊聊天啊 然后像放假就可能再让他们出去吃饭 其实也是等舒华出道了 然后过了过了蛮长时间 等他们活动没有那么忙的时候 然后就想着可以让他们也都认识起来 我们的兴趣其实就真的很简单 就是吃 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去狗狗咖啡啊 去溜溜狗啊 然后一起在家看剧都有 就是很普通啦 大家会做的事情我们也会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韩国那段时间最辛苦的过程吗 去韩国之前 我有自己先上网做功课 当时就看到好多说什么练习生去到那边啊 可能要就是被钱规则之类的 我一到公司 我在签约之前我就说 诶等等我想问一下有钱规则吗 我直接这样问 然后公司他们就直接傻眼 其实我是在签练习生的合约的时候 公司就有说 你要是练的努力一点好一点的话 我们就考虑把你加进去CLC 所以呢 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个心态就是 一定可以 所以我就是在那半年就真的拼了命的去集中在练习 我们正常应该是一点到十点 这样是固定的上班时间 但是我会练到凌晨四点 然后我早上会十点就回到公司 那你就是说一天真的睡差不多也是五六个小时 对 但是对我来说很够的 那出道后就不是了 出道后有多累 出道后的话最夸张可能一个礼拜一共 睡二十四个小时 真的有些时候是回家可能想睡个二十五分钟 或者是五十五分钟真的 那时候我年轻我觉得就还好啦 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喜欢 然后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真的一直以来都没有说觉得 好辛苦撑不下去这种想法 从来没有过 我记得第一个舞台第一周吧 我妈妈跟我姐姐还来韩国看我 然后当时就在后台人不知就哭了 家人们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训练到什么时候才能出道 我算是一个就是给了一个交代 不管是给他们还是给我自己 我觉得就是很开心 成员们都很好 就虽然可能一开始语言没有就是说的特别好 但是他们都特别照顾我 他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尽量尝试去理解我要说什么 然后我也会 比如说突然想不到一个单词 我就会找一个翻译然后给他们看这样 对就这种沟通还是蛮有趣的啦 也只有那个时候才可以 成员们其实都 他们不会明说说怕我不单之类的 但是他们都会就是经常会问 阿Yelki你在干嘛 阿Yelki你要吃饭吗 他们也会很照顾我之余 然后他们也看见我妈妈也有交到自己的一些朋友 所以他们也就越来越放心了 在团体休息的时候 每次休息的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煎熬 可能我计划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我希望的发展 就没有办法按照我希望的走 只能接受 也没办法去做些什么 慢慢的更多的打击接受 打击接受之后就会好一点了 反正我知道我会坚持 那当下的情绪就算不上什么了 那知道解散的那个状态 自己的是不是特别的男孩 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啦 难过是一点 但是我也很希望我们的成员能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说我们一直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团体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继续发新的歌 去做更多的发展 这样困住他们没有什么阴影 有有有 他们有看MV 也有就是 这次是我的队长帮我编舞 我有跟他说我很强调就是 我需要有一个记忆点 他也一直发不同的版本给我 我们就一起把它弄到最好 我现在很满意这个舞蹈 我也很期待下一次如果我去韩国 就是我们见面聊的时候 我很期待他们会说什么 go fast 在蜕变以后 引灵性节奏 虚实带发 体力前行 现在除了新歌 speed out的宣传以外呢 其实还有在谈一些剧本跟综艺节目 希望说今年内都能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发展 然后其实也有开始在准备下一张专辑 希望可以把每一样已经有接触到的领域 每一个领域都把它做更好更精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我觉得就是能现在一个一个 就一步一步这样去走 我觉得已经对自己蛮感谢的了